我曾經站在世界的高峰 這一次我要挑戰你們 運動實境節目推出第四季預告 新賽制曝光 新增黃隊 將由前職棒選手郭鴻智領軍 形成藍紅黃三隊爭霸 速度非常的快 他現在要衝過終點的 紅白鵬大紅紀錄 新賽季從兩百多位報名者中 挑選出超級新秀 在測試階段 就已經出現幾位運動好手 包括過去林靜倫 一百公尺短跑紀錄 林穎樂五十公尺游泳紀錄 甚至曹佑寧跳遠六點零六公尺的紀錄 都被超越 但前三季都有前衛捐領導的藍隊奪冠 現在又加入新隊伍 紅隊領隊江洪傑表示會力球奪冠 前衛捐則認為郭鴻智來勢洶洶 三位領隊之間火藥味十足 我還是抱著學習的態度 來跟小潔哥跟前姐學習 對 然後也是就是不要讓前姐 太囂張 沒有 我不敢講囂張 我的策略就是 先那個結合次要敵人 去打擊主要敵人 這是我們兩個的策略 好 幾分 你看 所以你看我們的各懷滾胎 三位領隊都認為 這次因為新賽制關係 會更像專業運動員再比賽 從測試成績來看也直逼過去記錄 第四季勢必會不斷破紀錄 更加精彩 還未開播就已經在網路上掀起熱議 再來 今晚水平之 孫英利 台北報導